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毛铃 最近天气收温 很多朋友一到夏天都喜欢做一些凉拌海带四海吃 但买回家的干海带表面上是有很多泥沙的 如果光是用清水根本洗不干净 今天给大家分享彻底清洁海带的方法 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买回家的干海带 表面其实是有非常多泥沙的,特别脏 如果光是用清水清洗 不光洗不干净 而且还无法去除海带表面的腥味 今天我要分享的方法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将干海带给它竖拎起来 然后抖动一下 将表面容易掉下来的灰尘无垢给它抖落下来 接下来我们开始软化海带 这时我们需要在锅中加水放上蒸隔 盖上盖子 开火将水烧开 水烧开以后将干海带放入蒸隔当中 盖上盖子,蒸上15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软化海带 更好的能够去除海带表面的灰尘污垢和杂质 并且用此方法 咱们做海带汤还是凉拌海带丝 海带的口感都非常不错 15分钟以后 揭开盖子将海带捞出 经过初步的软化 咱们海带表面的污垢 大家可以看一下已经明显变少 这时我们开始清洗 在碗中加入约40度左右的温水 用温水淘洗一到两遍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 经过简单的抓洗 我们水中有非常多的杂质 如果刚刚不蒸 咱们这些杂质是根本洗不干净的 经过简单的淘洗 我们的海带已经变得很干净 但是摸起来仍然非常的粘手 并且闻起来还有一股腥味 这时我们还需在水中加入少量的白醋 白醋不光能够软化海带 同时能有效的去除海带表面的杂质污垫液 让海带的口感变得更好 还能去除腥味哦 继续抓洗 最后我们开始浸泡海带 在碗中加入约40度左右的温水 但是大家需记住 浸泡海带的时长不能过长 不能超过6小时 浸泡时间过长 容易导致海带当中的干露醇和点乙酸大量流失 咱们浸泡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隔夜浸泡 经过浸泡清洗 咱们的海带变得非常的干净 一点泥沙都没有 并且摸起来也相当的柔软 口感也非常的好 而且关键是没有腥味 也不粘手 怎么样 今天帮你给来分享的清洁干海带的好方法 你学到了吗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也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分享给大家 我是帮你 想了解更多 心心有趣小妙招 欢迎在评论下方顺手点一个关注吧